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6月28号星期一 我们一起来继续聊菲律宾的事情 昨天去菲律宾的超市 City Mall去买了点东西 为什么要昨天去呢 很多朋友肯定会疑问 一到周日不是周末 菲律宾的超市不是人更最多的时候吗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来了新冠疫苗 据说高达四五千人的 所以很多人昨天就去排队登记去了 超市人就少了 所以就挑昨天这个点去的 于是我在超市 超市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幕 怎么回事呢 就是我买错东西 我就去这个福台 我说换一点这个挣钱 因为平时家里头扔了好多 5分25分的菲律宾的硬币 然后最近没钱 我就说月底了 我就把这钱都换出来 好花 然后去的总福台换的时候 这个总福台对面是一个 就是这个小吃步 买冰激凌的 我就看见一个 就是一个菲律宾小孩 一看这个穿着打扮 这个家境就挺阴事的 一个菲律宾小孩 去买了一根梦龙的冰棍 为什么他能引起我的注意呢 因为他这个冰棍吧 是樱花口味的 是今年的这个限量版 限量版 这个冰棍的价格 大概是60比所 8块钱人民币 说实话 这个冰棍 其实在我们菲律宾这边吧 就已经算顶级的了 顶级的了 你看那河鲁雪30多匹 然后那个没有牌子 那些小牌子冰棍 可能就10匹15匹的 这样的样子 所以这算顶级了 当然他没有办法 跟国内那个 现在最火那个中学高 能相提并论 但是这冰棍 在这边已经也算很不错了 所以能给我留下一个 很深的印象 然后呢 小孩我看 买完冰棍之后呢 就跟他的家长就往外走了 然后呢 我这边就换钱 换钱之后呢 我也就往外走 结果呢 我到大门那的时候呢 我就看这个小孩啊 也在这大门口 但是他家长 跟他出的家长不见了 我估计可能什么呀 就是开车去了 就是开车去了 然后准备把货搬走 然后过来接小孩 那边让小孩一关去 但是小孩能等车啊 小孩小孩 小孩是能等车的 但是这个冰激凌呢 是等不了天的 为什么呢 他热化 所以这小孩啊 就我去 我出去的时候 就我已经看见了 那个冰棍已经打开了 然后那个包装啊 这小孩挺没素质啊 这包装呢 就扔在旁边的那个 那个绿化带里了 然后呢 这小孩呢 就在当街啊 因为可能冰棍确实化了 开始缩了这冰棍 这个梦龙的冰棍 有特点什么呢 就外边那几个蜜皮吧 不容易化啊 不容易化 然后但是他 为什么要缩了呢 因为里边奶油化了 这奶油呢 就噼里啪啦就往下掉 哎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让我震惊的一幕 怎么回事 这时候就有一个啊 穿着破一拉撒的一个菲律宾小孩 突然就窜过来了 然后呢 这个小孩吧 就是有钱人 这个吃梦龙这小孩呢 倒是挺淡定的啊 就往后趴一退 就给让开了 这破一拉撒的小孩 我一看呢 就是属于那种啊 平时在这个超市啊 便利店门口啊 就是拦着人要钱的那种的 无家可归的那种菲律宾人 那种小孩 这小孩过来干嘛呢 就直接蹲到了 那个掉了一地的 那个冰淇淋油的 那个奶油那个地方 伸出食指来 那这个食指 摁在这个奶油上 然后呢 手指都喷一转啊 一垮啊 就把这个 这个掉在地上的个奶油啊 就粘起来了 粘起来以后 就放在自己的嘴里头啊 还叭唧叭唧 吃着挺香 然后那十几个 咔咔咔咔 他都 每个都给摁了一遍 都垮了一遍啊 基本上今天天气热嘛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冰淇淋掉地上的奶油 它也渗一下了 也化了啊 然后呢 他每个都吃了一遍 哎 但是他有点不满足啊 我看 过瘾就这点东西 他哪过瘾啊 对不对 哎 所以后来我看到这一幕啊 我心里的特别感慨 同样生而为人 对吧 你生在有钱人的家里边 你吃猛龙化了 掉地上就掉地上 你整个掉地上 我估计他也不心疼 同样生而为人啊 这穷人家里的孩子 菲律宾穷人家里的孩子 对吧 我知道 就平时可能 马路边上三笔锁的 就是一个那个 洞的那个冰棒 他都舍不得买 然后现在看人家 小孩在吃冰淇淋 他外面要钱 他看这个他也馋了 对吧 估计也吃饱饭 他就来占这个 真的 都是人 他出生就不公平了 真的 就这样 就在菲律宾这块 就是这样的 有钱人 跟没钱人的小孩 真的 但是呢 其实有这个 除了有这感想 其实当时我也想 跟这个小孩 交点经验 我说什么呢 我说下次如果真 我真想跟他说啊 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 不要拿手则去占 为什么呢 你占不上来多少 因为他那个输水性啊 什么的一些东西 把它可能 假如天热 晚上渗什么的 你毕竟是手 不是勺子 不是那个容器 你快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 给小孩点 这个小孩点经验啊 应该是拿块面包 或者拿个 因为他们这没瞒到 拿个面包 看见以后 啪啦 面包往地上一摘 一粘 比你拿手 要粘得多 真是这样 当然了 这只是感受啊 一个想法 没跟他说 没跟他说啊 这个事呢 回去呢 我就跟 同样在菲律宾啊 就是现在被捆的朋友们 聊聊天啊 就是我们都出现一个 非常实在的一个结论啊 就是以前在国内啊 都在北京上班的时候 真的 谁都没有这种感触 什么呢 就是说挣钱 到底有什么用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北京嘛 对吧 就是家也在北京 然后呢 就跟父母一块住 然后你挣了钱 其实你花 其实也花不出去 真的 就是你天天在家吃饭 在单位 像以前 有食堂 就食堂吃饭 你真的有那点钱 也就是零花花一点 花一点啊 但是真的是 花不出去太多 你知道 没有特别的必要 来到菲律宾以后啊 最大感受就是什么 挣钱是非常有必要的 你真的是能看见 在菲律宾这边 那有钱的人 就是花钱有机 没钱的人 就是恶毒的 对吧 就是一天一餐 甚至吃干水 真是这样的 所以后来我们来这边 你会感受就是什么 说原来世界上 真的是有吃不饱饭的人 这个真的是 挣钱是非常有必要的 真的是 真是这样 但是呢 整个这件事情 要结束以后吧 我昨天晚上回到家 我也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这个后悔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告诉 那个就是 那个佩拉萨 就是他手车站 那个地上 冰淇淋奶油的 那个小孩 我其实我应该跟他说 其实那个 那个小孩扔的 那个梦龙 那个包装纸里面吧 有一些这个 碎掉的巧克力蟹 就是那个 梦龙那个冰淇淋 外边那个硬壳的 那个碎巧克力蟹在里面 我后悔还没告诉 我估计告诉他 他也去吃 你知道吧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确实啊 这个硬球的碎 我尝了尝挺好吃的 这个樱花味的 酸酸甜甜挺好吃 好了 现在就跟大家聊这里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聊飞宾的事 我再次聊聊天 我再次聊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